繼上週全國運動會圓滿結束 本週企業排球聯賽 在高雄浮城高中體育館熱鬧展開 國訓中心在下半季加入了許多勝利軍 其中阮尚宣為其中議員 他的全運會獲得了沙灘排球組第一名的佳績 就是我這一次 因為我們其實練得很少 然後雖然也是以冠軍為主 然後練的時間都比別人還少 所以我們賽區打的時候就沒有想太多 也比較沒有那麼多壓力 然後其實這次我們打冠軍也很多 出很多意料之外 因為沒有人看好我們會得冠軍 所以那時候我們打就是放開打 就是人打低級就低級 對 所以就後來打冠軍我們都很開心 首次登上企業聯賽的舞台 他認為在身高以及技術上略顯不足 儘管如此他還是努力爭取每一次上場的機會 即使擔任TIP角色 在場外還是為隊友鼓勵 就希望就是能盡自己的能力 然後下去打每一顆球 然後也會盡自己的能力去爭取到自己打先發 然後會打好每一顆球每一場比賽 從沙灘轉戰到企業聯賽 他也期許自己可以站上先發 努力打好每一場比賽 記者黃嘉儀高雄報導 謝謝 高雄